大家好,欢迎来到封城秀集,我是Yoshi 大家还记得萨尔瓦多这个全世界第一个将比特币纳为他们国家的法定破币的国家 他们在昨天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新的政策 所有国民加油的时候,如果是用比特币来付款的话 每一家轮他们可以省大概20cent左右 那以他们目前国家的油价平均是3.9块一个加轮 20cent的话大概就是5个percent的discount 当然感觉上折扣并没有这么多 但是对于比较常加油的人来说,能省个5个percent 相对于的也是击杀成打,击少成多 所以萨尔瓦多他们现在就是以各种方式来去推广比特币的使用 根据他们统计的使用报告指出 目前整个萨尔瓦多大概已经有300万人 开始透过他们指定的这个钱包叫Chivo Wallet 来去使用比特币 那以萨尔瓦多目前总人口大概是650万人的话 比特币使用的人数来到了已经将近50个percent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将近50%的使用比率 已经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了 再加上他们政府从各方面来去推行 估计到时候全国的使用率超过50%甚至60% 应该会是非常的容易 再看到萨尔瓦多他们国家透过比特币 来去刺激国家不同的经济 东家群岛这个虽然说人口目前只有130万人群岛小国 他们也想要效法萨尔瓦多的一个途径 来去将比特币纳入他们国家的法定货币之一 他们现在正在研究当初萨尔瓦多 他们一开始设定的一些基础 像是比特币钱包 像是一些区块链的基础架设等等 同时他们也咨询了当初帮萨尔瓦多设定 所有这一套系统的Strike这间公司 希望能成功的将萨尔瓦多他们的成功经验 复制到东家群岛上面 另外根据比特币市场最近的分析报告 他们从去年5月份比特币减半之后 到目前的收入平均的成长将近488% 就是将近有5倍的一个成长 换算每天大概是有4000万美金的一个收入 虽然说到今天为止的收益比例 没有到达比特币今年最高点5月 那个时候的一个水准 但是跟去年比较的话 成长的幅度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当比特币逛工到目前 都还在赚钱的情况之下 他们会想要大量出售比特币的情况 相对于的就比较低 这样子的话对比特币价格的持稳 也相对的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在今天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他们最新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 他们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型机构 开始投资不单单只是比特币 同时也有以太币 还有一些DeFi跟NFT的project 相较于2020年大概只有5.5个Billion的美金 进入到加密货币市场之外 今年2021年的上半年 就已经有大概17个Billion的资金 从各大投资机构中心 进入到加密货币市场 所以表示如果2021年的下半年 也是大约有17个Billion的资金进场的话 2021年就有将近30个Billion的机构投资 进入到这个市场 跟去年比较就大概有6倍的一个成长 以这样子快速的一个成长速度来看的话 2022年整个机构投资的资金 要超过50个Billion 我觉得相对于的是非常容易的 同时在报告里面 他们也把区块链市场跟890年代的电脑开发 到后来的线上电玩 还有智能手机的发展 等等的这些破坏性的创新 将会是带领下一波新的科技发展的潮流 结论就是BOA他们对加密货币 跟区块链这个技术 长远发展来说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所以如果连传统的投资银行的分析报告 都可以看得出来 区块链跟加密货币 是未来不可或缺的一个技术 跟趋势的话就更能确信说 这些传统的金融体系 如果要跟上时代的潮流的话 必须要开始采取一些行动 然后看如何将DeFi跟CFi的科技结合 达到最好的运用的一个方式 另外在加拿大之后 纽西兰他们也在今天发表了 他们第一个有关比特币的投资基金 透过这个比特币的投资基金 他们提供给纽西兰当地的投资者 一个途径可以去间接的投资到 比特币市场打开了纽西兰传统的金融体系 跟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结合 让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 比特币跟加密货币的投资 除了纽西兰之外 法国全国最大的第三间银行 Suggen 他们最近也开始着手 透过MakerDAO 想要进入到DeFi的市场里面 他们将透过在以太坊的区块链网络上面 发行他们银行的债券 然后透过MakerDAO来去借出贷 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方式 在DeFi市场上面 借出大概价值2000万的贷 这个稳定货币 他们抵押的这个债券 是以OFH这个货币 来作为一个抵押的资产 这个OFH货币后面最大的资产 是一些银行的房贷 这个债券的到期日 大概是2025年 总资产大概是有来到4000万欧元 至于这个整个借贷的细节的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图形来去研究一下 不过简单来说 从这次的事件来看 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目前在全世界各地 特别是欧洲 Go已经可以看到DeFi跟CFi 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入切入 来去合作 进行一些金融上面的交流 其实这样子的发展情况 对DeFi 对加密货币跟区块链科技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除了法国的银行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叫WinterMute的 这个MarketMaker 他们也希望能透过MakerDAO的合作 来去作为一个CFi跟DeFi中间的一个资金的转换公司 透过WinterMute他们大量的交易网络之下 希望能将传统的金融体系跟DeFi 做到一个更完善的结合 根据WinterMute他们过去的交易量 已经高达767个Billion MakerDAO的12个Billion来说 相较之下 虽然说看起来并不起眼 但是WinterMute他们也知道 整个DeFi市场后面的价值 绝对是远远超过市场上 目前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净值 这也是为什么已经那么成功的一个MarketMaker 他们想要透过MakerDAO的这个DeFi的途径 来去进入到区块链跟加密货币市场 不过再讲回来DeFi 当大家一讲到Oracle系统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Chainlink Coin98Analytics他们就做出了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大家就可以发现 目前在Chainlink上面的Project 来到了将近840个 第二笔的Berry大概也只有他的十分之一 再来才是Band Protocol 再来才是Kyle Network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在Oracle系统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Chainlink一直是领先群雄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 Visa他们正在研发自己的一个L2 扩张性的一个方案 那在这个扩张性的方案里面 他们有提到将可以透过他们自己UPC的系统 来去做到一个跨链付费的一个功能 大家也知道当你今天在做一个资讯的传输 在转钱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会需要运用到就是Oracle的系统 或是大家俗称的预言机的这个系统 因为你才有办法像现在一些即时的价格的资讯 传输到使用者的手中 让他们知道在当下的时候 交易的价钱大概是多少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预言机就是Oracle 就是肯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 那如果我们根据他们的这个截图可以看得到 在领导这个project的人物就是Catherine Gould 这个Catherine Gould她其实之前就有跟其他的一些教授 发表了一个有关Oracle的研究 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大家可以发现 虽然说她提到了各个不同的区块链的project 但是相对于的其他project 她提到Chainlink的次数是高达了32次 另外大部分的举例跟实例里面 她也都是用Chainlink的例子来去做一个解释 所以表示说Catherine本身对Chainlink这个project 是非常非常关注 而且她也对Chainlink是非常非常了解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 Chainlink在所有的Oracle网络里面 目前可以算是独大的一个状况 相对于的也就表示Chainlink的网络 是相对于的比较稳定的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project manager 你今天要选择一个合作的伙伴 来去作为现在市场上最大的信用卡 合作交易商Visa 之后区块链上面一个长期的合作伙伴的话 是不是找一个目前成功案例最多 然后网络最稳定 然后使用者投资者数量最多的一个project 来去进行 这个部分的话 我相信大家跟我应该都有一样的答案 虽然说我个人对Chainlink一直都是很看好 但是在看到今天这个消息之后 我对Chainlink之后的发展又更加的有信心了 接着在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上礼拜跟大家提到了 在Sorana上面的一个NFT project 叫Orori 为了推广他们这个NFT的游戏 他们将免费送出他们其中的一个NFT 给有跟他们互动的一些参与者 大家可以透过以下这个连结 你就有机会从TSM这边获得一个免费的NFT 那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Description的部分 让大家去点击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啰 如果喜欢我Content的朋友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 那如果对我的Content有任何comment的朋友 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啰 拜拜